然後這禮拜用一樣的資料 然後第一個問題就是說這個 前面做的事大概都跟上禮拜差不多 然後再來就是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就是 我們直接用一個這個 一個這個叫這個這個 就直接把一個feature當做這個 這個分類的這個評分 然後用這個評分來去那個對照這個 這個label 然後去做然後去計算他的這個AUC的這個 計算他的AUC 然後看看就是 呃 是哪個哪個feature得到的這個AUC是最大的 這可能就代表說他的這個就是 一單一 feature來說他的這個預測能力最好 然後 這也是這個duration得到最高這個AUC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第二個就是去訓練這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就跟上禮拜就做的事差不多 就是訓練一個model 然後去然後就是 訓練model 然後去預測這個label之後 然後我們算他的這個就只是算算他的這個評分指標 那這一樣是用這個AUC 看我自己的我這一題這個答案跟那個我不知道 大家看你們的這個這個結果是多少 因為我記有這個和的 對他這裡是那個我最最接近的是0.69 然後我的我的是0.66這樣子 然後第三題的話 第三題 可以就是說我們這個 就是其實就是logistic regression 他本身是輸出的是這個預測機率 只是說拍那個這個 塞進了他的這個分類器 就是他的這個已經把我們這個末就是 把他預設的這個threshold就是 設為0.5 也就是說大於0.5的就是自動分類就是1 然後小於0.5就是0這樣子 然後那這一題就是我們自己去嘗試說 用不同這個threshold的這個 用不同的threshold的去做預測 然後看看在哪個threshold 就是用 然後去看說在哪個threshold得到的這個 他就說 他是說要這個去計算這個 不同threshold在下面的這個 precision跟這個recall 然後 去找到說 這個precision和recall是在哪個點 那個交叉的 然後所以我們先用threshold 先建一個threshold 然後0到1.0 然後複炒0.0 所以我們到那個 我這裡是用這個np點子這個 那上排的linkspace 就是那個0到1之間 然後把這個總共101個點到 然後 這個去計算 然後我們剛上面已經訓練好這個 這個分類器 就是對 然後去用他的去這個 用這個predict cloud 去預測他的機率 然後要注意的是他這裡是那個 就是他 他是個那個 他是個matrix 就是說 因為就是 你有兩個類別 就是他二分類會輸出兩個這個類別 就是0和1的機率 那我們 我們實際上你可以把它簡化成一個機率 就是數那個 就是兩個類別的機率 那你實際上只要知道這個 這個 類別尾1的機率是多少就可以了 然後所以說我們這裡就是去支取這個 Column1的這個 pability 然後再來就是說這個 這個 那個 那個 threshold 用就是計算不同threshold 下面他預測 然後這裡就是 底下就是這個 MP 那個numpy的 ware算是一個 就是還算好用的一個function 那就是說 他就是說你前面寫一個給定一個 寫一個條件 就是一個就是你可能是一個numpy array 然後再加 然後 就是 怎麼講 就是 應該說啊 你要給一個arrays 那個都是 都是true和false的這個array 然後第一個值代表的是說 就是當那個 當你array裡面為true的時候 true的部分用什麼值去做填充 那我這裡就是大於threshold的話 會true的話 那預測就是1嘛 然後 如果是false的話 也就是沒有大於threshold的話 那就是那個 那個就是用這個填充 就是預測為0 然後再來就是接下來就是去算這個precision score 然後反正這裡會有點問題說 這裡就是那個就是precision 當那個就是 因為是計算說你那個全部的預測的這個 vpositive的這個裡面有多少是真的 positive 那所以當你一側沒有任何positive的時候 那你的這個就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然後他這裡就是就是他這個precision score 可以去設一些就是就是有幾個選項 那就是 那就是 你看的 他走就 sat the value return when there is a zero division 對啊 看好像是可以sat to want 就是會給幾個 或是反正這個他有一些設置可以選 那我自己就把它設成 主要是因為就是後面後面我找那個交叉點的部分 就會那個就是必須把這個關就是把它設為那種才行 然後然後一樣算Record 然後再來就是把它加到這個list裡面 然後接著算出 然後把這兩個就是轉算Array 然後看一下 大概就是說我這邊有些畫圖就是畫圖畫圖 那其實這樣大概找不到在哪裡 那我這裡為了抓這個比較精確的位置 我這裡就那個去計算他的那個交會點 那我是把它做為這個就是把這個Precision Scores的這個 就是這個就是到最後一個點之前 就是把最後一個點去掉 然後去計算他的這個相減的絕對值 然後就是計算他絕對相減後的絕對值最小的 那就是他們差不多就是他們的這個交會點 然後這個代表是他的這個就是那個Threshold的這個Index 所以就Threshold 然後他的Index 然後就找到這個交會的這個Threshold 那是0.26 然後再來這個F1score 那F1score基本上就是說 當你想要從事考慮Precision和score 和那個Precision 和從事考慮Precision和Record的話 就會用這個F1score 然後 就是說這個那一樣這一起是這個 是一樣用這個 這個就是0到1.0 然後每次增加0.0的這個Threshold 然後一樣預測機率 然後去計算說這個 這個每個點的這個就是每個Threshold 他的這個F預測得到F1score 然後可以看到最大是這個0.2 那再來第五題就是說我們這個 可以KFold的這個Validation 那你就說跟前面不一樣 就是我們原本就是把它拆 就是把它拆成這個Trend Validation還有Test 這三個Dataset 那現在是變成說 OK我們用我們每把資料 資料拆成F2score 應該說這裡用的是KFold 就是這個5份 那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把資料拆成這個5份 然後我們每次去抓其中的這個 每次去抓這個其中的這個4份 來去Trend這個Model 然後剩下1份做Validation 然後你這裡就是要先建立這個KFold的這個Object 然後Nsplit是定位 然後這個shuffle 代表說我們要那個去洗那個 就是要去洗那個index 然後再來這裡RandomState 就是要設定 然後再來就說這裡用這個Trend TrendIndex TrendIndex ValidationIndex 就是這個KFold 然後再用這個物件的Split的這個Method 然後你要位入一個這個 就是 是 就是 array之類的東西 對 array 或者這個Trend DataFrame 這類東西 然後 他就會 他就會就是你 你給他Split 他就會自動就是去那個計算 你這個這五輪的這個 就是給出這五輪的這個Trend 還有ValidationIndex 然後就是接下來就是差不多就是跟前面做一樣的事嘛 就是這個 做這個 one-hard 對這個資料做one-hard encoding 然後去Trend這個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然後這裡就不用管Strike 就直接用理念去做predict 然後去計算這個ROC AUC scores 對 對 這裡是算 對 就是算這個 這個 我想想想 哦 對 沒錯 就是你算這個 因為我們這樣會產生分類器 然後就是我們算 五個分類器在這個 ValidationData 就是這五輪的各自的Validation上面的這個AUC score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要去算他的標準 標準就是AUC score的這個標準差 就是我們要看他的標準差 如果很小的話 那代表說我們這這五輪訓練出來的model他的差 就是他這個差異就是不是很大的 然後再來第六題就是去tune這個hyperparameter 就是我們要去就是就是去找到一個比較好的這個C 就是這個代表這個regularization強度的這個參數 然後就是對就是我們這次要用這個一樣要用k4validation 就是我們計算這個看一下 就是我們去就是對每個這個c我們去做k4validation 就算出每一次這個validation的這個AUC score 然後去計算他的這個這個平均在這個 嗯 那就是就是我最先建立一個AUC score 就是說這個他長度是怎麼這個就是 就是裡面放 裡面放三個空list就是一個list裡面放三個空list 這樣子讓我每一次這個就是就是三個空list 代表說這個三個就是這三個這個 這個正值化的參數都有一個list 然後我在每個list裡面就是每一次去tune model 然後算這個validation的這個AUC score之後 把它加到這個就是對那個參數的list裡面 然後最後再去算他的這個每一個這個每一個參數 他的這個五個fold的這個AUC score的平均吧 然後他說我們要找到這個就是最大的這個 就是平均的AUC最大的這個的這個參數 然後這也是這個這幾個裡面 結果是一是這個最好的就是平均的AUC score是最好的 好那看沒有什麼想討論 我想要問課程的問題 當然大家可以先先討論那個 你現在寫這份的連結給我借我看一下 因為我發現我的資料其實不知道哪裡出問題 我的資料感覺都跟那個選項很接近 然後可是我畫出來的圖跟你完全都不一樣 因為我完全就有點偏移 我還在看到底是哪裡出問題的 簡易是我的notebook的連結 對對對 哦我這個還我這個還是還沒上傳 我可能讓我晚一點上傳 不然你上傳之後還給我看我我對照一下 因為我本來都是通常 因為我是為了為了怕他那個又那個就是markdown 這樣改 我差不多會拖到那個拖到差不多星期一才來處理 因為像那個question 3啊 就是那個precision跟recall 我是用土法煉鋼的方式寫的 就是用他課程課程裡面寫的 那我跑出來圖就看起來怪怪 就我就覺得怎麼答案有落差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可能是我不知道哪裡資料集沒有看懂 還是沒有弄對 用自己圖法的鋼是可以就是比較就是好理解 但是就是實際上用的時候 才是可以直接用套那個就是 那個sk 任的這個matrix 裡面的這個 會就是比較不會 就是比較沒那麼容易出錯這樣子 因為因為我怕我公司是不是帶錯 因為我也是照抄 就是其實就是他老師不是上課有個版本 我就 我現在做練習幾乎都是用 他上課的範例 然後就把他扣貼過來 然後有一些地方修改一下這樣 那有的時候會把他變成一個方法 就是不要每次重複call 這樣 我現在目前只有做到這個 對啊 所以我想要參考一下你 可是我覺得你的call 看起來比較精簡 而且以後 說實話應該也不會自己寫 就是應該會用對 這些library 就是 嗯 對 但是就是對自己寫基本上就是前提 所以你要去那個 就是 比較比較能夠完整的去理解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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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像我第一題 我那時候覺得算出來答案 我就覺得怪 我第一題好像算出來答案是什麼 我看一下 是0.81 我就覺得數字很奇怪 就裡面選項也沒有 我就慌了 0.818 好奇怪的數字 我不知道哪裡有弄錯 我可能要再看一下 第一題他是問那個 是哪一個feature的這個 AUC 最高 啊對不起 那第二題 我講錯了 第二題 哦 第二題 對啊 第二題 我就覺得很怪 哦 那還有其他問題嗎 我沒有 我想要問那個關於 呃分類不平衡的 那個問題 嗯 呃 就是 嗯 老師在第三章的時候有講到說 哦就是他最 欸是第三章 就他最後 要測那個客戶流失率 然後就算他的 呃 呃 預值就是射到 一 他的 呃 预測的 呃准確度 也是百分之七十多 然後跟我們呃 呃模型跑出來的話是 百分之八十幾 呃 其實好像差不多 所以這樣好像是有分類 不均衡的問題 但我有點 不太確定這背後的意思是什麼 是因為 嗯 嗯 嗯 是因為有太大的比例都是 會讓客戶會流著嘛 所以就我不太知道說 所以如果碰到這樣子的狀況的話 他是 是會覺得說就應該要換一個 測量的 方法還是怎麼樣 或者是我們有需要去調整這個 嗯 那 那他就是 現在重新就是回顧一下就是不平不 那個資料不平衡的問題就是他通常 通常是就是怎麼造成 就是 那你上一次有說的 就是會有太 偏的狀況 對就是說 當我們資料就是一個類別 就是特別是二番類問題很常發生 就是因為就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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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實的問題 你就是你不可能會有平衡的資料 就是 我講過例如說你預測這個保險詐欺這種 這種問題你會期望說一個資料集裡面有這個 就是百分之五十的人是有詐欺 百分之五十人沒有詐欺 這個這個不太現實吧 就是了不起那個9比1就很不錯了 然後就是 那就是這個 呃 就是造成這個不就是 不平衡的就是資料不平衡最大的問題在說 你因為就是根據就是就是我們平常的這個訓練的這個Model 他的這個一些訓練的這個Boss function之類的通常都是假設它平衡的 然後當你在不平衡的這個資料集上面去訓練的話 你的這個 就是假設我們資料像這樣那他就會 就是 不可避免的就是往這個就是 應該說就是你的這個Decision boundary就決策編輯會不那個 不不不可避免的去往這個 這個叫做這個應該說往對這個 類別數比較多的這個樣本數比較多類別那邊 這個靠 所以就是說那你就會有比較容易就是有一些這個 就是 呃就是跟這個就是 呃這樣這樣的話可能有點太好 就是說 你可以再多一點 就是說就是對就是說會會往這個黑色那邊靠 那你就會比較當當你一樣這個紅色點的樣本就是他類別 比較就是他是他是這個樣本數比較少 但是他有些樣本很靠近這個很靠近這個就是黑色的這個類別 但是就是我們決策編輯會就是對他對這個黑色比較有所 所以他就會把這個把這些橫點分成這個黑色的 然後再就是說就是那就是那問題就來了 那是假設就是我們剛剛的這個保險詐欺的問題 我們保險詐欺的話你就不夠把這個大部分的這個就是我們這個 miss掉這些這個就是保險這個就是這個 就是我們沒沒沒抓到這麼多的可能就是會會是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說就是準準就在這種時候這個accuracy就是比較一個沒用的就是 就是比較沒用的指標啊因為就是說他們就是根據我們就是 就是就是其實就以剛例子來講就是就是也是我上禮拜講過就是說你剛如果假設你保險那個炸漆的這個資料 比例是9比1的話你全部你就算全部都預測沒有炸漆的話 那你還是這個accuracy還是到達90卡但是有用嗎沒有用 因為你全部都你全部的這個炸漆的例子都沒抓出來 所以說就是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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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才需要其他這個評估指標去判斷說就是我們這個accurate那個我們這個分類的這個效果 所以他這樣子的話是呃因為你上一次是不是有講到一個方法是把那個比較遠的黑 點點就是把這個去掉 但那是比較進階的方法 嗯 那可是呃就像你剛才說的就我不可能就說就是一個資料集一定就是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這樣子一半的一個狀況嘛 那所以是嗯這樣的結果是會覺得說這個預測的方式可能不夠理想所以應該是要用其他的方式 嗯我應該要怎麼講就是因為我的意思是說如果照他這樣子講的話除非這個資料集分布很平均 要不然好像這個測量的方式好像永遠都會有就是很長的會有這種資料不平衡的問題 是是這樣嗎 對現實中資料集很長就會有這個不平衡的問題 所以可能其實我們會用這一個這個找呃 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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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方式去預測的也會比較少 就是這樣嗯 應該說就是我們這些評估指標就是precision record這些存在意就在於說去給你評就是用accuracy外的方法去評估這個你的分類器你的不同的分類器好不好 就是哪應該說哪一個分類器訓練的比較好這樣 因爲 有哪里没高总 嗯 那你基本上是我 嗯 我的理解就是 所以就是用accurrency去 去衡量这个 比例可能没有办法很准确去评估 这个预测的好坏 所以我们可以 可以 可以再去用其他种方式来去做更细部的评估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嗯差不多就是在现实的问题中 通常accurrency都是没什么用处的这个 他也不能说完全没用 但是说很多时候他都没办法做一个好的判断指标是用 就评估指标是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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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像是说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就是举例就是那个保险杂器的问题就是你可能就是你要考考虑两个就是你在现实中去做这种预测你要考虑的两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当你那个漏 当你漏抓到一个这个保险杂器的这个案子的话那个对公司的损失多大那如果你不小心把一个这个就是没有炸器的误判成这个炸器的 呃没有炸器误判成炸器的那对公司的这个就是影响多大那你如果觉得两个都一样一样都是很严重的事那你可能就是用F1 score去判断吧那你如果觉得要多多抓一点这个 这个想一下这个对就是你希望尽量把有炸器的都尽量抓到的话那你就会希望这个recall就是去看recall嘛也就是那个实际上有 炸器的我们会希望尽量尽量都都抓到这样子就类似这样 嗯 这让我想到那个最近不是有阿根廷他成立一个安全部就说他要用那个AI来预测未来犯罪就是他要用脸部辨识软体去去去去去查那个 呃罪犯就之后有可能会犯罪这件事情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 嗯 嗯 不判例好像也是 可能会有蛮多的 就是呃 就是呃 就是好像 嗯 就是我们在面对不同的资料解收就是自己要去思考说 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去预测会才会能够比较接近 嗯 嗯 准确来说是你要根据你的情境然后去思考说你要用什么那个评估指标来去评那个来去评估我们测的结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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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例如说啦像是那个就是随不举例下就是因为就是训练这一块还有一个就还有一块就在做那个推荐系统的那就是说 就我拿股票的举例好了因为刚好是最近刚好看了一篇股票的 paper 那他是在预测这个股票的这个各式股票的这个就是未来的这个回报 就是return就报仇率然后他有一个指就是paper用的一个指标就是叫precision at N 也就是说N指的是说N是认为认为这个指定的就是说就是例如说你把N设为10号那我们要看就是说OK你预测你这么多只股票的 我每次挑那个就是报实际上报报仇率前十字的然后我们去对每只股票做这个预测报仇的这个预测吧那就是一样会有就是有大有小那我们抓住我们预测最大的就报仇率最大前十字然后跟实际上报仇率最大的前十字比那这个十字这十字里面我命中是这样的那这就是其中也是一个指标 所以真的要很清楚就是每一个指标他可以怎么样子去做应用才会知道说到时候我们找dataset可能怎么样子处理会比较好比较理想 就是说你在这一说做这一行基本上你要你要就是很你要就是你要对这个这个指标这个有很高有感受啊就是说你必须你必须能够很就是跟根据就是呃就是你的状况然后就判断去判断是哦我这个状况下应该去使用什么这个指标会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就是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假就是以公公司来说很多是例如说希望赚钱就是可能会希望赚就是假设计目标是赚钱的话OK目标是赚钱的话我们要用什么那个我们要用什么评估指标来最来去除就是对我们这个case去做评估才能够尽量帮公司赚到钱上就是比较像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这会没有 嗯 嗯 他是说下个礼拜的话会开始进入那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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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他是上个礼拜会进入那个深度学习的部分 所以没有 不是下礼拜还早 哦下个月是不是 哦对下个月 12月左右差不多11月底到12月的时候 所以我们现在在学的这些前期的内容算是machine learning 的部分吗 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算是这个machine learning 的一个这个subfield 嗯哼 下个 嗯 假设你们那个对他就是刚刚真要讲就是如果有需要GPU的话可以去就是申请一下那个Saturn Cloud 嗯 那你们之前在用LLM的时候是不是都没有用那个Saturn Cloud 我自己是完全没有 我也没有 你是都直接在本机上面跑 嗯对我是在本机 OK 我记得Ada不是那个现在不是用新电的包括你的GPU够用 嗯嗯 嗯我也不知道要试试看 但但我还是神情了 哈哈哈 以防万一 嗯 我想问一下一个 就一样是基础的问题就是关于二分类法这件事情 他就是会把它分成 呃 呃一跟零嘛 那 这个主要是在讲说我们要这个二分类法问题的话主要是说我们最后的target就是Y的部分 嗯 就是是可以用0跟1来去做判呃类别的判断所以这个叫做二分类法吗 嗯嗯嗯还是说跟他的vh也有关系 那我有点没没勾容就有问题 你我想一下 嗯 我的解读应该是说你看你要判断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二分类法是判断你的结果不是yes就是no 嗯就是是不是诈骗没有他就是结论是不是诈骗跟不是诈骗对啊那就是看你你选的feature 我觉得我觉得选的feature也很重要哎那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那个他我们这边会学到那个有关于那个feature engineering 的部分吗 这一个课程后面的 嗯不会不会 不会了好没事 应该是不会我看一下整个剩下唯一有可能就decision tree 但是decision tree 的部分应该不太应该也是不太会讲的 feature engineering 就因为那个真的比较进解 我怎么觉得越学越多怎么觉得越不会的这东西好多 我只能说就是这个这个领域就是这样你会发现有光源学不完就觉得好像你发现了一些事情之后就发现好像哎那现在学的东西好像也不是百分之百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你还要知道什么 不过这这也是正常啊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享受前人的成果就是API 都写好了 只要会call就可以但是前提是可能解决基础观点是要熟 你要知道用什么模型或什么方式去验证这个资料或结果是我们可能需要的 而且老实说就是大家不知道我们听过就是现现实的这个这个就是就在现实的work中就是通常处理资料才是最花时间的 是啊嗯 而且像刚安答问的一些问题其实就是我觉得如果资料集没有收集好的后面的人就很惨 其实这些API没用 你资料本身就是有那个偏见或者是偏移什么之类的 對 所以就是這次 這次地方就是我上禮拜 做這個Train Data 就他們的那個課程就是很大部分 都就在教這個 Feature Engineering 然後Feature Selection 然後超超戰術調整 還有 因為上禮拜好我有介紹 然後我有去那個 這是Udemy上面 我有先先把它記起來 然後後來看了第一篇我就發現 這個好像對我還有點距離 我趕快先把 目前基本的先看守再來看這個好了 這個是真的就 我覺得就是你要對那個就是 至少對Machine Learning 真的就是要先勾手才能去上那些的 嗯我也覺得 不過這可能後面還是得看 如果真的想要在這個領域 更深入了解一些東西的話 對 假設就是你想真的是做就是比較偏 這個Machine 真的比較偏Machine 跟這一塊的工作 就是真的 真的要就是 就這些技術指導是要去碰的 請問 Feature Engineering 是在幹嘛 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去 怎麼去把你的這個就是 Feature去做一些處理 讓那個來提升你的這個Model 預測的性 其實 我們前面就是這兩個 在做這個one-hearted coding 就就可以算一種 Feature Generic 技術 只是說它是個 就是不是個很好用的 技術 嗯 嗯 嗯 不好意思我想回到我剛才的問題 就是 所以 呃 二分類法主要是 有關於就是我們 最後 最後 呃 最後想要 預測結果 他可能就是 哦 比方說就是可能垃圾郵件 它是垃圾郵件 還是不是垃圾郵件 它是 呃 會 流失客户 這個客户會流失 還是是 不會 客户流失 這個 這個 就是有 很明確的 一跟零的狀態 這叫N分類法 但它跟 因為我們的 Feature 它有可能有 素質型也有 呃 類別型嗎 那跟我們把類別型轉成 轉成 數值去做計算 這是沒有關係的嗎 就是 這個這個沒有關係 這個你任何Task 都是要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的這個 Dompoint of Algorithm 都沒辦法處理這個類別型變成 嗯 你的這個應該說 這樣說你的這個任務的行比 就是你的 譬如說 Regression 跟Classification 那取決於你的這個問題的這個 要就是你的這個問題 也就是你要預測什麼東西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 那那個 那個 那個二分類 那就代表說 你要預測的東西 只有兩個類別 那多多類別 就多多類別預測 就是你要預測的東西 就是 你要 你要預測的東西 有多個類別 然後 那你的是這個 對這個數 預測一個數值的話 那就是這個 Regression 嗯 那我們必須要先 判斷他的 問題 是什麼樣子的分類 然後判斷之後 再去想說 我們要透過什麼樣子的算法 去處理這個問題 然後 嗯 使用算法之後 再去評估他的 呃 性能的指標 這樣 大概會是這樣子的 幾個 幾個 然後 基本上你只要先判斷這個 就 對 基本上就先判斷這個是 就是基本上就判斷 reports 你是這個是 regression 和classification 因為 就是大部分這個就是 呃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這個 很多大部分 algorithm 其實都有 有可以處理 兩個 兩個task 這個這個 就讓他們這個實際運作方法不一樣 譬如說 第六週會教的這個Decision Tree的這個基於Decision Tree的方法 他們基本上都有這個 這個 這個分類跟預測的方法 那當然就是做法會有差 但是說 但就是說 就是 當然要先判斷好 你要是 你要做分類 還是這個回歸 然後再去用決定說 你要用什麼這個 就 regressor 還是classifier 然後我想再問一個問題是 我們現在這門課程 呃 應該只有那個 supervised 的learning而已對不對 嗯 對 只有supervised 所以那個clustering這邊不會講 嗯 對 不會講 哇 這就光 supervised 東西就這麼多了 我的天啊 因為我覺得他 supervised 教的已經算少了 別說 就在我看 他 supervised 他有兩個這個algorithm 其實最好說 應該至少還可以再介紹兩個 就是那個之前提過那個SVM 還有那一 那個bias 有樸數bias 然後 可以 因為算是一個很 就是很現實很少的那種方法 所以是不教是沒差 不過他教這幾個確實是算最實用 就是說 理念model 跟這個 treebase的這個 這兩個確實是現在 就是都還算實用的方法 但是說真的 很supervised 還是又更難更難的一點 就是他 因為就是 就是從這個 從這個 就是 你沒有這個預測目標 你是要直接去挖 挖掘資料的這個模式這樣子 然後 再來就是那個 就是 現實中 應該大部分就是主要 當然說 當然這個 unsupervised 還是有很大價 只是說現實中 幫公司賺錢的這個 就是很多應該都還是用 主要還是用supervised 是啊 因為我有 因為我在 我最近有考一個認證吧 那他在準備過程中 他就是微軟的那個什麼 AI AI900 就最基礎的認證 有一篇文章他有提到說 其實 那個所謂的資料科學 他會先做 那個 應該是先做clustering 他們有些會先做clustering 然後才 才再繼續做我們現在學的東西 我就想說有沒有什麼情境 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講的很籠統 我覺得那種原廠的文件都超籠統 也沒有什麼use case可以參考 所以我想問一下 那種就是去 如果先做cluster 基本上就是他想先看說那個 就是 這些資料有沒有一些就是 就是 怎麼講 就是 就clustering 你可以就是 基本上你就是想成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這個 沒有label的 對沒有label的classification 就 就他基本上就是等於先挖去 先去可能 就你做cluster有個好處是 你可以 你可能可以 可以對這個 每個這個 你做cluster以後 你可以對每cluster去做一些 就是更進階的這個分析嗎 例如說去 那個 假假就 對啊 就例如說分析某個集群的這個 例如說 那個年齡層大概多在怎樣 之類 對這種 嗯嗯 就這種就還是很吃情境 啊我 我是 我是還沒看 看過這種先做 職業先做可舍利 但也許就是 對看中 看基本上 因為我覺得那種原廠文件的問題就是 他是入門的嘛 所以他給你一些概念 可是 就像我 就像你講說你好很早看 我也覺得這個 是不是太曠日廢時了 如果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唯一有想到可能就是那種 他有那種海量資料 他不曉得怎麼開始著手 他只好先做這件事情 可是這個又牽扯到效能的問題 我這種應該算是有有可能 因為我覺得這個門課程好處是 因為他有給 他等於是從 有點像做中學 他有給範例 但是如果說直接看理論 有時候真的很難想像這要怎麼用 或是怎麼完成這件事情這樣 嗯 對啊 然後另外我想問一下Howard 呃 如果在這個領域啊 就你們在開始學的時候有沒有人推薦什麼書 是那種入門的 像聖經這種書 可以看 嗯 嗯 聖經 對啊 因為每個領域都不是會常常什麼物件導像 物件導像的聖經 你要看這本書啊什麼 我先開玩笑講個這個應該沒人看這個 沒沒人會想看的聖經 你是在Pattern嗎 這個 惡名昭彰的聖經 Pattern Recognition Machine Learning 為什麼是Microsoft的 就是 就是就是他他我是不知道是不是他們研究本寫的 反正這本書是可以免費獎募 但是呃 我建議大家還是不用去看 太好了 那這個是太棒了 因為這個我們那個我們學校老師 那個聖經學學由一個專門課導上 還是特別提一下 怎麼這麼說就是這本書就是 就是呃 大學 如果大學那個就是大學 會研究所我們學的課沒有沒有用 這本來教的話 基本上原因只有一個 就這本真的是太難了 就因為他他裡面 他那個就他他裡面那種那個題目有時候 他們連他們這種老師都要想個半天一天 那這樣不適合初學者吧 這本是真的就有純數學 天啊,那真的不行 然後 我是覺得有有一本書應該算 繼續學習 雖然老實說啦 我個人現在蠻幹掉的 天色不容易的 我這門課也是叫天色不容易 天色不容易不是已經行之有年了嗎? 他已經很久了 就對我對我這種研究生來說他真的是就是 他造成這種痛苦啊說實話 我自己都很想切到Torch 問題是我我們老師這邊是用也是用天色不容易 那我想問一下你剛想那個Torch跟這個天色不容易 最大差異在哪邊 就你們的你們 你的你自己的看法是什麼 你要是 就 光光是 這是 因為我遇到問題你們也不一定會遇到 因為我寫的是就是研究Code 比那個比那種就是這堂課會示範Code通常都是複雜不少 但是就是說 光是 這兩個東西光是這個 就是 嗯 debug的那個難度就有差 就是TensorFlow很常突一堆你根本不知所欲的那個bug訊息 啊現在現在還好是有ChatGPT啊 所以我TensorFlow出bug我第一件事就是COVID 起來然後直接丟去丟去那個ChatGPT就要翻成人破 了解 這個 說Google本來就 我本來不只Google其實很多原廠的那個錯誤訊息其實不太 如果 你們有人有機會學到IOS那更可怕 就是那個Apple的那個 手機應用程式他那個錯誤訊息也是天書 就是他講A根本就是B就不曉得為什麼 他他那個不曉得是怎麼設計的很怪 不過可能就是要多錯幾次就知道大概是什麼問題 不過TensorFlow我既然都提到就身邊閒聊就當到閒聊就是TensorFlow他最早就是他的就是他的算算他那個 第二版現在已經要整個沒賣賣到賣入2.18但是他最早那個當初那個 大量流失用用戶的那個至少在學界那個丟掉那個丟掉這個歡迎度了所以那個原因是因為他 當初在1.0的是1.0版本的就就1.x版本的時候他用的是那個叫一個叫做那個StaticGraph的那個就是 這個這個要扯到的東西就是DeepThurning是用那個如果你們知道的話大家知道那個 back propagation的這個這個概念就是他是用反向傳播啊去更新那那個反向傳播本質上就是一個這個 就是那個微分啊 嗯然後 就看一下 我拿這個別的東西當例子好了 JQP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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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微分那答案是他們會去建立這個所謂的這個叫 computation graph 就是說你有這個就是變這個變數還有這個就是超那個那個這個這個計算 就是說例如說加法乘法之類的這個操作計算 那這種就是說他要怎麼去這個 他他要做這個微分因為這個就是 反向傳播他這個就是每個這個參數的這個導數的 求法其實就是去那個就是去做這個 運用那個微積分的chain rule去做 那 所以說所以他是從那個最最最最後一層的這個微分開始往往前推每一層的這個微分 那重點就是說那所以他是靠這個建立這個computation graph去去去這個就是 讓你可以就是每次這個跟要更新參數的時候從這個最後面去往回推這個 我們會推這個每一層的參數的這個 這個 這個微分這樣 然後 那那個我所謂的這個靜態圖就Static graph跟這個動態圖這個叫做Dynamic 應該Dynamic graph我也不確定 就動態圖 那靜態圖 靜態圖 靜態圖所謂靜態圖就是說 當你這個你寫這個code的時候你就那個你你要先把他編譯成machine code 也就是說你先建好2 然後你再讓這個這個machine去也就是這個 例如說那個C++的後端去跑 就是你先那個等於說你先compile好 然後你再丟給C++去跑 那這這這個問題就是說就是 就是我想天應該知道就是說這種狀況就是你要你要跑的時候才爆出 就是有錯誤的事在跑的時候才會出來但是問題是跑那個跑就是你的Aerror訊息 實際上都是一堆這個machine code的這個Aerror 所以這個當初那個104D版在其中一個災難就是這個就是他很難debug 了解 然後拓取他是動態圖 就是說他是一邊計算一邊建立這個grab 就是所以說這個他當初一開始這個就是debug難度 就是比這個tensorflow好很多 然後tensor然後tensorflow是那個就是tensorflow在2.x的版2.0開始有加入一個叫eager mode的這個方法 就是簡單講就是可以類似那個pytroge的那個動態的這個方法 所以說就是這個版是有比較好用的 但是反正我是覺得就是因為他也不是他也不是從頭完全開始重寫就畢竟是就是他只是去改某些東西 不是從頭重寫所以就是有一些老問題就是反正就還在了 反正反正tensorflow我最好來說就是他很多debug上面的這個就是然後或是說Torch不一定會遇到的問題 他有時候也會就是會遇到的對 反正就很難用 然後現在還有個問題 但是這個是就我個人抱怨 就那個tensorflow2.0的這個2.0開始他其實很依賴這個叫curve 因為他就是說Tensorflow就是他基本上都是那個低階的這個運算API 然後那個就反正2點開始有價就是由這個curve 就是來建構比較高階的就是應該說從2點開始curve就算這個tensorflow 就是說他就是他就是他會提供就是大部分的這個 看著好 但是說 例如說 有一堆什麼Layers啊還有這個 這個Optimizer這類東西都是都是curve自己的這個就是都建在curve下面 然後然後然後再就是說這個那Torch自己本身就就是Tensorflow本身沒有自己的這個 應該應該是沒有 就像Optimizer就是Tensorflow本身就沒有自己的 那Torch是有的 但是Layers這一類的API 例如說Compadution Compadence 這種那個 我不確定Tensorflow原生Tensorflow有 但大家基本上就是用Tensorflow2.0開始基本上都是跟Corpus保定一起在用的 那這個就是原本沒什麼問題啊 但是問題來問題是現在是這個 Tensor那個Corpus後來去去 那個是 是今年今年還是去年 好像是去年開始重寫的吧 就是整個框架重寫 然後把它變成多框架 其實它現在支援這個除了Tensorflow以外支援這個 CX還有PyTorch 我對我幾萬話就是說 因為它的教學影片比較舊啊 所以你們到時候我是建議那個 如果是Windows環境的話 Tensorflow不要裝 就是你要裝2.10以下 因為這個Windows上不支援那個就是從2.1開始就不支援這個GPU的運算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如果是在Linux上面的話 不要裝超過2.1 原因是它三點有一些這個 就是算數大部分遷移都很很很簡單 但是有一些還是有些不想 那方面 Watch 從後 是 是 是 從從 到後 我們 一位 是 我 有 那樣子 我 所以这个KORUS也是Google的产品吗 KORUS 其实KORUS他不算那个 我觉得有点尴尬 就是说他最早其实他最早并不是就是他后段 他本来不是这个他最早的更早 他其实更早是那个 这有点在讲先生学历史 就是他最早是叫这个Ciano框架 Ciano这个就是最早的一个框架旨意 就是那个 那他一样是静态图 然后那TensorFlow应该某种程度上 应该也是被他影响 就是TensorFlow最早也是静态图 那Ciano当初也算是一个研究用 那反正他后来是停止维护 但重点说他最早其实是这个Ciano 这个以Ciano用一段 那只是说后来就是加入KORUS 那当然就是他二点多 我忘记二点几开始就只剩KORUS KORUS就只剩TensorFlow后段 然后反正就 所以他 然后但是他的这个维护人员是那个 是Google的这个 现在那个应该说之前之前就是啊 我反正我不知道几年 几年开始就是那个Google的这个工程师 然后但是反正这个应该不不能算Google的官方产品 我只能这样说 嗯 嗯 然后 啊这边有反正就说这个 你要这个2.16开始你必须去指定这个 就是你要这个环境变数叫KORUS 然后你要用TensorFlow的话就是要指定这个TensorFlow 反正但是会有一些差啦 然后然后再来就是我个单纯是我个人抱怨 就那 有个问题就他KORUS3长写之后 现在问题在于说就是像TensorFlow 这类的这个Library就是说他们这个里面基本上都是用KORUS2去写的 那KORUS2还有在维护啊 就是 现在这边就在这边就是说 但他就是说他应该说就是说 但是你用2.16开始你用TFKORUS也要用一个就是一个环境变数 我记得TensorFlow就是叫KORUSLegacy 然后只把对 然后你要把它设为设为1吧 我记得是这样 然后反正就是说就是就是说 但这个这个KORUS就是这个版本KORUS就这个叫TFKORUS 基本上就是基本上就是维护 处于维护模式的 就是说他基本上就是保持能跟那个 能跟那个最新版本TensorFlow一起使用而已 然后 然后就是现在主要开发都是最新3.0版本KORUS 那问题是这些 这些就是其他TensorFlow其他周边的这个Library 像这个TensorFlow probability 然后 他们基本上都是用2.0的KORUS 然后现在看起来他们基本上也没有打算就是把这些重卸 所以就等于说他就是 就是这些这个TensorFlow一些周围的这个Library 就基本上就还是要继续用这个就是比较旧版本这个维护模式的这个TFKORUS 这样 所以搞这个就搞得有点不爽 这个这个本来就是open 你应该也是open source的那种这个叫做技术在 就是因为不是一家公司在制定的 所以这东西一定会多头马车乱跑 然后后面就是来不及改了啦 说实话 里面那么多人 像是这个 哎 就反而我只能叹气 就是 因为像那个我就觉得这个TensorFlow反了 对吧 我这个因为他那个就是Torch Torch他有类似的这个模组叫那个distribution啊 但是他自己他是放在那个就他是跟Torch保在一起 然后TensorFlow这样是分开的 反正就是 哎 这个我现在只想快点摆脱TensorFlow 因为早期TensorFlow 好像就专门是用来给可能你不是主要的目标群 他是给那种比较低阶的使用者用 这比较简单 因为他们当初好像都 我记得我还有看过Demo的影片 他是用介面操作 然后我记得好像有拖拉就弄一弄 就是很简单的 Bush那天就做完 很早以前 看过的应该是2.0以后的 我觉得因为那个 因为他最早会那个 就他最早 像他现在的那个在市场上的 占比应该还是很大 但他最早他应该会就是 他应该会是这么受欢迎 一部分是因为Google的那个大的广告很大 对 然后他就是他有比Torch找 然后但是就是反正那个时候 反正呃 反正我老实说我自己偶尔都还是 就是之前偶尔看 就是去看PaperSource code 偶尔会翻到那个 TensorFlow那个1.x的 那我只能是 我每次看都只能说用用用 用1.x版本去干出Paper 我只能说真的神了 那个口颤也在看超痛苦的 真的 這個底氣有點多啊 這本我是覺得還還ok 啦 好 我再找時間看有沒有時間看一下 然後另外我想問的是因為呃 這周是地址章 我們是第四周 下一周是部署嗎 部署我大概看了一下 我們以之後還會用到Amazon的服務嗎 嗯應該是他他教的基本上都是Amazon 但是你如果會其他的這個Cloud的話 也可以有其他Cloud 好吧那還是練一下 因為如果他用的話 就做因為就做做就是講講是自己那個 就是最熟應該是最熟悉AWS 對他有講我只是想說我們後面練習會用到嗎 就是說我我們我們有辦法 就如果他之後會講到雲短腦就勢必啊 如果不會我想 因為我怕他花太多時間 雲短應該不是應該不是強迫 就通常雲短部分不會是強迫的 哦 ok 我記得我之前MLOPS還有碰到一個就他有個東西是 努力 你 叫 Local stack的東西 平端伏模拟器 这个这个大概叫模拟 抓模拟 database 那不过啊 不过我还是要说就是 TensorFlow他用那时候转器 转器来说是Colars 就是用Colars 这个就对对你们来说 会有一个很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比起Torch 简单的地方就是这个 那个有就是说 Kora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就是你建立model之后 你可以去做就是你训练的话 你只要用你可以就是用model.compile 然后model.fit这样的方式去训练 就这样很简单 就而且很像那个 那叫什么Sycure API 但Torch的话就 Torch的话就会比较那个 就是因为Torch是你要自己去选这个 不知道在这个时候讲 它的步骤比较复杂对不对 就是因为Colars就是一个高级API 它都帮你保好 它当然在3.0 就是它2.0 2点多 它3点多都是提供这个fit 跟刚好compile 就compile 然后fit这样的这个 但是 但是 我看一下我先挑 我看怎么是有用Torch系的东西 我找一下 有没有这个 Graph 但出生的也没有到很 就大概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 主要就是说Torch Torch你要自定这个 就比较麻烦就是你要先就是你要建立好这个Data loader 然后你要去自己写这个训练形怀 就是每个Batch 你去算就是从每个就是每个Batch去从这个Data loader去提取每个Batch的资料 然后这个 然后这里就是先把这个Optimizer的这个T度清零 你这不一定要做要不然它的这个T度是为你加的 然后给Model这个 输入你这个Batch的之类啊 然后 然后再丢到Loss 然后再计算你的这个Loss 然后用这个Loss.backward去得到这个T度 然后用Optimizer.step这个就是去更新 那这个 就是说对啊 这样写应该是比较那个 但我比如说这个习惯就还好 但就是对你开始可能会比较就是感觉比较复杂一点 那为什么TensorFlow 应该说Kora不用做这样的事 因为它就是它的那个Compile点或Bit那边都帮你就是做好这些事 那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就是 就是假设你们不用这些不用那个的话会长怎样 这个就像刚刚那个就是这个Batch去从那个Data Data是那个 从TensorFlowData的这个class去抓那个Batch的资料 然后再来就是说 哦这边漏掉了 你这个TensorFlow要用要用那个 老实说这也是我很干TensorFlow的原因 就是Torch这边它的那个 它所有就是它所有Gradient都是自动记录的 就是它你带你本身在这个Model去那个 为这个Batch资料 然后计算Alt 然后用这个Alt计算这个LossFunction 这个过程这个 它的这个累积的T度都是自动 就是会自动计算的 然后TensorFlow 你还是要自己写一个WithTf.GradientTape. 然后AddTape 你才会在这个这个Contact下面 它才会记录这个T度 这是其实我之前就觉得很干的一点 然后反正就是这个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就是跳出Contact 然后用这个Tape.Gradient 然后根据你的这个Loss 然后这里叫Reward 然后微入这个 然后还有这个这个 微入这个 就是要求T度的这个这个权重 然后对 然后再用这个Optimizer.ApplyPage 然后Zip这个Gradient 是跟这个权重 这样去更新你的这个 这个网络的这个参数 老实说我这样写我的时候 我是真的宁愿写那个 就是Torch这样 所以就比较偏抱怨 那我们这个课程会教到FineTuning吗? 不会 不会 他应该只会教 我不确定 他如果是教那个 如果他他有教 他应该会教到CNN吧? CNN如果 CNN蛮长 就是应该说拿来 拿来当FineTune的例子的话 那个就是影像 影像分裂的政务是蛮长的 拿来当这个 就是当例子 因为很简单 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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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的負倫端本身就算了,這本身應該就算了 如果是就像差不多是Bine2 嗯 好 就反正Bine2這件事就是比較常就是 那給基礎檢測練習應該都是影響的 因為就很簡單,就是通常你那個你只要把那個最後這個那個就是做決那個Decision的這個去Bine2 還有一個問題嗎 嗯 嗯 就是 嗯,因為我發現我會有一個狀況是說,就因為我對於這個領域其實就完全 不清楚 所以我常常就是會直接就是看課程影片 但會有點 呃,就是 會有點不知道自己現在在哪裡的感覺 然後 然後我就是我可以稍微就是確認一下說現在的課程架構 就是他一開始 的課程架構二跟三的話是說 呃,有 有 違規 二跟三就是他是有那個 違規的 方法跟 呃,分類的方法 你講嗎?就是有兩種 呃,準備來說應該說兩種任務 就是兩種 兩種任務 OK 但是那個 Logical Regression 它是算在 啊 GC regression 它是那個 它是屬於這個做classification的algorithm OK OK 然後他下面接下來會講說 呃,第四個session就是講說 Evaluation 就是講那個 accuracy 什麼 precision 的這個部分 嗯 然後 下面的話是 session 五是講部署 就如果說 這是我們如果已經把這個model 練好之後 我們要把它部署上 可能 雲端或是什麼 對 就是 可能就是我記得我看到就是示範了 就是 怎麼弄成那個flask的那個網頁 OK 然後後面的話 又會講到 decision tree 但是decision tree的話 嗯 decision tree的話 是也可以應用在那個二分類法裡面嗎 嗯 decision tree它 它可以用在這個任何的super法 就是super法 自己任何都可以做包括 regression 還有這個pacification pa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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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面的話 又講到神經網路跟 deep learning 的部分 這個也是兩種都是就是這些都可以處理 可以做 嗯 嗯 然後第九個的話是講說subless 就是是 這跟部署算是有關係嗎 嗯 應該是後面這個第九和第十中應該都在講 第九和第十中應該都在講deep learning 的這個部署 哦 哦 ok 所以他說下個月的話是基本上會是從 下個月的那個deep learning 的話是從 第八章開始 對 八九十 八九十 然後十一是十一是沒作業啊 十一就比較optional 沒有 這個這張就沒作業了 ok 然後你剛才說十的話也是在講部署的部分 對 部署也是在那個tensorflow 那tensorflow 哎就是他那個 業界社會有一個原因是 還有一個原因啦 就是說真的他的那個 就是他部署的 我不知道現在torch的那個torch的部署部分做了 那之前 之前來說那個tensorflow這個 部署的部分是真的做的算很好 至少我聽說是這樣 就是前生部署之前洗澡就有 torch現在跟上沒 我是不知道 好 這樣我大概清楚了 不然會有點 搞不清楚狀況 就很明濕 嗯那FY我外相間都沒出是不是 你問我什麼問題想問 哦沒有啊我來POMO一下那個 那個GCD的Google Cloud 哦你說你在那個表現室 對啊我想說各位都玩過LLM了 那剛好剛好現在GCD的活動 就是你貼到了supervice 你貼到了supervice 你貼到了supervice 我想說貼哦 我我不喜歡一文多貼 我好像只貼兩個版而已 而且就是還稍微調整一下內容 不是你你應該是要貼到Machine 跟你zoomcap這邊吧 你貼到supervice這邊 哦因為奇怪呢LLM沒有這沒有你你自己 就是沒有把它放在一個 把像這個 對啊LLM你是放在哪裡啊 沒有已經已經改成這個叫Machine的女生片了 哦是哦 就我想說 對啊 哎哦沒有 因為我之前是參加過幾次GCD的 我覺得蠻好玩的 呃他也是那個怎麼講 就雲端嗎 那我覺得跟比比起AWG的話 AW 哎是AWG嗎 AWS AWS 對AWS 我比起AWS的話 我覺得Google Google辦這個活動辦的蠻多的 可能是 可能是AWS辦的活動我都不知道 但是因為GCD我參加很多次了 所以可以玩一玩 現在好像不能報名的 不能 不能嗎 他這邊 Registration is closed 下面那個紅色XX 這邊中間 對 哦真的啊 好可惜哦 好可惜哦 沒關係 下次吧 所以FY兄你已經做完這個哦 我PASS1做完了 然後我正在做PASS2 但是PASS3 嗯 然後他 因為他那個越來越多 那PASS1做完只有貼紙了 不知道做 要貼紙要幹嘛 哈哈哈 貼紙很無聊啊 對啊 啊我 對啊 了解 沒有我覺得這個生態 在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就是玩過 我覺得可以玩一玩 嗯 啊因為他是等於啊 Google他等於很友善的就是 讓你去就是去接觸他的那個環境 挺好的 那我為什麼要介紹這個 第一是因為LLM大家 都上過了嘛 然後他這次介紹生成式AI 剛好 嗯 然後再來就是啊 他的其中 他介紹那個 呃 哎是 是Germini 我我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他這個Germini 其實就是他上面的那個 啊 Cursor就對了 嗯 就如果你不懂Cursor 沒玩過的Cursor 啊 那你就可以 就是等於你這次玩 又又可以 又又知道那 就說你玩玩這個 你跑完這個這些Lab 你就知道你回來 你出來可能就 就可以考慮會用Cursor了 嗯 可是一樣的東西啦 是一樣的東西 對啊 我有看到那個 我有看到那個 對我有看到這個 然後我那時候有註冊 那時候好像還有成功 欸你如果註冊趕快上去那個啊 開通 我有點搞不太清楚說 所以他是 你開通的話 也不是這麼簡單喔 如果你確定你註冊成功的話 你趕快開通 他會送你200點 200點的話 而且他保留六個月 嘿 你先你先那個吧 到時候 而且他也可以送人 如果你用不上的話 就給我吧 哈哈哈哈 所以其實是我有點搞不太清楚 所以他那個課程的話是 他就是會開放嗎 其實我也搞不太清楚 沒有他下面有啊 他學習教材有五堂課幾堂課 啊對啊對啊 你把那個 你請坐 對你把他點進去啊 那個 好我幫忙一下 你讓他點進去那個 那個 在最下面有個指定學習教材 往上對往上拉 往下拉 對對對 這是他的event 再往上一點點 對往上往上 再往上對 對他這個五堂八堂十二堂那個有沒有 你按那個五堂的按按看 7 那個呃 Ada他應該有寄email到你那個吧 那個裡面 我可能確認一下 寄email裡面看看 他會教你怎麼樣去 Active那些 那些那個 對 對 對 我就覺得大概就是第一次或就是可能比較不熟悉啦 那玩久了會上癮 哈哈哈哈 就是參加完一次以後 有有幾次我都沒有時間 就是玩了就是光報名而已 然後後來都沒有時間執行 那也可以 反正也無所謂 嗯 對啊 那這個是他如果有完成任務的話就是可以拿獎品嗎 但如果我沒有完成任務我就單純上課其實也無所謂這樣 也OK啊 對啊 沒有沒有壓力的啦 而且他大部分他有一些lab 你我覺得主要是參加這個是玩就是去玩一玩他的lab 就是他他等於是他的實戰環境 就是他他就是你怎麼樣 嗯 在這個這個平台上怎麼樣用 就他就給給你一個呃 就是他收費的時候他是這樣玩 他就給你一個就是免費體驗就對了 嗯 你如果完成某某些階段吧 我記得他我看他的那個event有沒有 呃 呃 那個我我看一下 看我我 等我一下啊 我分享我的畫面好了 好我可以嗎 我可以啊 可以啊 我那我把它分享一下 好等一下 看得到畫面嗎 有 OK 有好 這個呃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就是第一次有人帶啊 之後就會自己玩了 像這個啊他這個我在想這個雲端的這個雲端這個 大概就是比方說這10月17號我是過了以後才看到的 啊 這是雲端就是說你這個也可以線上去參加的 你看到他說完成lab將獲得一個月免費學習平台上所有課程的機會 哇 這個這個就很 這就爆戰了 超好的 但是你要有那個時間啊 是當學生的可以玩 真的 當學生的可以玩 因為有你知道他那個他這 GCD上面也是很多很多證照可以考的 你知道嗎 你如果有這個的話 再搭配 反正乌德米上面有很多的課程可以參考 你可以在這上面試做 挺好的 我覺得免費 他說有10座環節 然後你 對啊你看到活動內容啊 他你只要完成lab就可以有這個 這樣這個就蠻蠻爽的 啊這個這個就不用講了 這個就是完成所有課程可以獲得這個 那就不用講 就是這個我說法我只看到 哎好像不是不是只有這個 嗯我看一下 好像後面這個 呃不過這個好像要去去到那那裡 NCCU的 政大這邊的我看政大也沒有 啊這邊沒有啊 這個這個就指定lab拿到200 這個這次的活動一定會有的 因為你沒有這200的credit 因為他做一個lab有沒有 他會扣5個credit 扣5個credit 但是你要做第一個lab他會先給你9個credit 然後這9個credit會讓你拿到 就是可以參加第一個lab 第一個lab完成以後你可以拿到200個 可以就在這裡 可以去執行啊 嗯 對啊 我記得呃至目前為止好我看到只送一個月的 就只有前 好像是前天的那個 那個我沒有跟到 不然我 我可能會選擇線上參加這個 對啊 哦 所以他 他的那個都不一樣 對你說 他這個啊 我點進去看看 你看一下他的這個了 你看哦 嗯 驗證了 他這個課程有規定說一定要在什麼時候上完嗎 因為我看他好像呃那個領獎品是到11月初還是什麼時候 哦 哦 他他呃 我看一下今天幾號 今天19 19號 哦 那大概有10天可以玩啊 但是我覺得無所謂 因為有10天也夠了 其實也夠 就是他他你看他的課程的結構了 像 這 比如說前面兩個好像沒有lab 他是有飾品 跟那個quiz 就是考試 呵 嗯那個 偷偷講一下啊 你那個quiz有沒有 你丟到 那個 卻GPT也可以得到答案 所以 呵呵 所以 嘿 反正就是這樣啦 他 對像這個quiz啊 有沒有這個 啊 然後 哦 所以第三個是沒有的 我看一下啊 嗯 dashboard 啊 像這個 像這個的話都有都有 都有 就是有lab 看到在這 他這個畫燒屏的這個就是lab 這個 看視頻學東西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怎麼講 啊 就他這個 你有沒有看 你都可以讓他就說 反正你時間跑完他都可以打勾的啦 真正挑戰是在這種燒屏類的 那quiz我說了 checkGPT也可以幫你 所以這也不是挑戰 真正的關卡都是 就是 boss都是這種燒屏類的就對了 對啊 而且他現在有個活動哦 就是你去參加吧 他用一開始好像是銅牌 然後你如果 呃 Leaderball 我覺得他他這個不是所有的啦 就是 他他會幫你分類在某一個群群組裡面 那你是那個群組裡面的前10名有沒有 呃 你就可以得到 因為這個我們這個群組 他那個是隨機分的 不過你大概很就稍微努力一下 2000分沒有問題 真的2000分沒什麼問題 你就可以是你那個 大概還有剩三天啊 就是他他他會讓你升升級就對了 從呃 銅牌變成銀牌 可是這個不是跟打low一樣 不過我不太曉得這要幹嘛就是了 反正他就是可能有鼓勵 你在這個時間點多看一點 嗯 對啊 蠻好玩的 然後 對啊 他他這一整個 就是說一整個 系列完成的話 他這次有三個系列嘛 其中一個我完成了 還有還有這兩個 那這兩個 一個是就中級的 這是高級的 嘿 那中級的你完成這這這這幾個 一二三四五六 反正這幾個 這幾個完成以後呢 嗯 你就有個背景就對了 就會有就有那個背景 背景是 這就是他的 credit 可以看這裡 對 我之前參加的就是自己玩的 蠻蠻就是 就是蠻好玩的 就 就玩著玩著就 那參加很多届了 對啊 很好玩 嗯 大概每半年會有一次吧 我覺得每半年會有一次 對啊 對啊 然後下次有機會的話 可以把握住 啊如果這次有 有那個什麼 有參 有註冊到的 你至少要把那個兩百 兩百個分數 就拿下來 對 然後這半年可用 就是說你可以去 就是說去玩一玩他的lab 對啊 好介紹完畢 謝謝 謝謝 先來拿兩百兩百分 對啊我覺得那個要拿起來 真的 然後快快 呃快過期的時候 我會問你說用完美 哈哈哈哈 他可以轉移他可以轉移 對啊 了解了解 不會 如果我不能說 他會被承子 DevOps 下次會做 嗯我上禮拜是提过那个fast ai 有有 有什么我刚没听清楚 你刚说到那个fast ai 我上一半有提过fast ai 哦fast ai 就应该是我是准备明明年2月开始跑 这我们等这一个课程结束之后吗 对然后其实我是就是刚好时程对得上 就是因为我原本是打算就是接在那个 就是待会那个10点的那个unsupervised learning 那个结束以后就差不多 我差不多就过过完年了 FY兄我打算跟吗 嗯 我都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哎不过我刚想到一个想到那个这个 我觉得Hawo这个任务要交给你 下次啊下次那个什么不管是aws啊还是gc 是gcd还是什么的吧 我忘记反正就是这个啊 google cloud的这个这个东西 他如果有办活动的话 我们就来我们就来搞一次共学 觉得怎么样 我看状况吧 其实我对这种兴趣是真的还好 哦真的吗 嗯我觉得 okok没关系 你如果没兴趣的话就我来 然后我现在也没时间拿走啊 okok 然后对啊这个时间点 好 嗯 然后下次应该你你你其实知道啊 就是去去年去去去年那个 好像8月 那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是一个 是一个套件还是平台还是什么 还是训练课程连结结在那个 那个 变时 欸不对不对 对 要听 这个是 就是spenser上次 对spenser最初来参加 修改一下连结 不过他们就是当初那个 就是这个 就是他们就跑完这个第一部分 然后就是打算是从头开神 然后我们不知道是那个part2一起跑完 ok啊 这个这个课程就是在交托就是后 part2基本上就开始交托去 所以大家有机会顺不能进那个收集两个框架 那大家是不是没没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 嗯嗯没有 没有 没有 今天就到这边吧 聊完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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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